您回到星期四開這個發佈會 到現在您的同事 包括今天您的女友 都在內地跟媒體講 您講的東西不是真的 一些很語氣比較重的言詞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您吃驚嗎 您感情上可以接受嗎 他們在這個不正常的環境裏面說的話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不正常的環境 他後面是身不由己 另外如果我們逐點去跟他對質 對他有一種傷害 因為每一點他都是說一些不想說的話 因為他後面是有很多顧忌 所以我不想逐點跟他對質 您擔心您對他們已經造成傷害了嗎 意料中事的了 我其實是決定是 公開這件事的時候 長長細細公開這件事的時候 都權衡取捨 他們有傷害 但是我也有傷害 我女朋友在裡面 不給出來 我將來也都見不到 相對地說 他那幾個 因為差不多都定了我 所以其實傷害 沒有 沒有說 可以說是 不給我大多少 但是對香港人又不同 對香港人 他起碼 就是喚起一個 敢起來抗爭的意義 是吧 很多人不敢出聲 那你就權衡誰取捨 您剛剛講 您覺得您這輩子 都見不到您女朋友了 見不了的了 我不能回去了 他也不能出來 還是我希望中國政府 對他們比較好一些吧 不然因為我個人的事情 對他們有傷害 您說 李波告訴您 他其實是在香港被劫持了 如果他可以在香港被劫持 您現在擔心您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嗎 他在香港被帶上去 有可能 內地的人 不知道 反響這麼大 因為香港人不接受 踩到香港的底線 所以反響這麼大 他們可能想不到這件事 所以您覺得現在不一樣了 不一樣 他們不是有幾聰明的人 你就是說您覺得 他們不太聰明的人 您覺得現在您在香港是安全的 安全 因為這件事之後 他們不敢是這麼張揚 您在那邊八個月被提審 在這個您跟他們的接觸過程中 您的感覺是 他們最主要的是想得到什麼信息 輸得來啊 那個廚導師怎麼來的 他很想查這個事情 看過的一本居留出版的書 《沈兵自白盧》 那本書裡面寫到一個我的朋友 跟沈兵的對話 他說他沒有見過沈兵 那段話是他寫在微博上的 所以我們怎麼來理解居留出版的這些書 其實 巨留的書 他賺錢他就出了 你不需要理解他的 為什麼會出這些書 他認為有錢賺他就會出的 他只是從一個商業角度來考慮 所以這些書寫的內容是真實的嗎 抄書有些真 抄出來的就有些假了 現在一些香港的年輕人 覺得一國兩制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最好的解決辦法是香港 獨立吧 您支持 我支持個人的看法 不怕公開 是誰 是誰 一對夫婦結婚 那男的對女的不好 那女的就是要走開 正常的嘛 他都要有幸福的 你共產黨每一次都是想管治人家 你憑什麼管治人家 你又不是通過合法渠道選舉出來 你合不合法是一個政權 你不合法的 你尊重人權嗎 你不尊重 所以別人想要求獨立有原因的嘛 香港是一樣的